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正公平 正公平 2006年 当时的 现在也是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对乐生说 如果台北县的姓名都同意 我也很支持乐生保留啊 对 他在放屁 2007年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否决乐生保留的提案的时候 他说 重大的公共建设 总是要有人牺牲 我们要问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 为何是 凭什么事 这些已经牺牲一辈子的 乐生良好院的院民牺牲 如果要取得共识 为什么国家不是花资源 让人民互相讨论 形成结论 更何况 马英九这几年的房地产政策 造成了房价飘涨 有经过我们的共识吗 有经过我们的共识吗 让我们 欢迎我们的老官牛进场 我们要的是居住正义 我们要的是居住正义 我们要的是居住公平 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人 很多支持 这个运动的草运的 都是家里有房子的 那么 各位都会很清楚 三十年前 一户一百万的房子 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他已经价值多少 价值一千五百万 你不要还不送 房子住宅这个东西 它是居住取向 它不是价值取向 各位 你现在的房子越来越成就 他房子不会长大 你的儿孙越来越多 一千五百万 如果房价没有长 你们家大概需要 二 两户 三户 如果房子没有 房价没有长的话 你可以很轻易的 你的孩子可以很轻易的 取得第二栋房子 第三栋房子 但是你现在已经完全 没有那个权利了 是一小群人在抢劫一大群人 各位 不管你有没有房子 你都被抢劫了 对不对 大家都被抢劫了 因为你也放不起好房子 你也买不起了 本来你的家 需要两户到三户 现在的你 一家十户居 就把拥挤在三十里的房子里面 我们要十价格增增增税 十价格增增增增增税 再好 我们要公共住宅 我们要十价格增增增税 我們要公共住宅 給我住德起 給我住德起 我們只是要求合理的房價 我想過去幾年 我們已經忍受了這個黑金的結構 這個金錢的結構 讓我們受不了我們的房子 過去在台灣的都會地區 已經翻了好幾倍 但是我們的薪資卻倒退了16年 請問 這樣是誰造成的 這是政府造成的 你說對不對 對 這是財團堅定 財團草土地所造成的 你說對不對 對 讓氣球來升起 升起的同時 我們一樣來高喊我們的口號 好 現在呢 舉起你的牌子 把你的頭 望向我們的氣球 我們也在我們的口號當中 我們迎接我們 給我住德起的氣球升空 給我住德起 給我住德起 可以 好 好 好 就好 第一半的Messie 第一半的Messie 新水和條瓜瓜董 這首歌一頂天 一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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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ie Train 真公平 真公平